1月16号高德地图在北京举行了迎新春发布会 但人灵志灵自然也不会缺席 发布会上志灵姐姐与各位嘉宾一起点亮彩灯 为大家送上新春的祝福 传统的新年即将到来 令志灵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自己的新年目标 说起来志灵姐姐早就到了恨家的年龄了 想必她也经历过很多次被嘉然催婚的经历 不知道她都用什么妙招来化解看看呢 每年在这个时候单身的朋友 确实会面对许多这个什么时候她结婚的问题 对不对 那大家记得要面带微笑的 然后准备很多丰盛的食物 喂食大家 所以你已经准备好这样一堆食物了 就是马上回蛋了 对对对 然后很多甜点等等 让他们暂时忘记掉 我还是单身这件事情 说到感情问题 目前林志灵与颜程旭同时现身一个好友的婚礼 引发了外界对两人复合的猜测 不过对于粉丝的期待 林志灵姐姐就表示 一切都还是未知 有朋友的婚礼 然后我们都被收摇过去 也不知道彼此会刚好在那个场合 那两人现在还有联系吗 会是好朋友吗 有联系 有联系 对对对 会一起比如出行 或者是结伴游玩 什么过年回房价吗 我想如果有的话 你们应该会看到吧 目前我就是完全一切未知 所以觉得可能性有多少 如果是百分比的话 你能够带 百分比我太没有办法 因为我也不是算命师 我好希望有个答案 这样我就可以省一点时间了